各位南道鄉親 大家好,我是林貴族 歡迎收看今天8月17號禮拜一的南道新聞 配合全國十年一次的林靠一起騎體報索 將會在11月8號開始到11月30號 進行實體風扎 南道官林靠一起騎體報索處 今天正是生理甲牌 全關他家的報索3萬9千多號、10萬7千多人 報索公安將會在10月底進行善後受訪的官民 後有專態民眾、共同來配合 十年一般的政客還會有主體的報索 將11月份開始來電區 為了將共産度到報索的組織 和官民來安心教學風扎 南道官政客還會有主體的風扎處 正是生理甲牌 同時來順便到報索作業的流程 這排一次象徵的意義非常大 也就是我們復查的資料 其實是提供給我們中央政府 國事調查的一個遺跡 所以資料的準確性非常重要 南道官報索很小的比例 大約是百分之二十字 將會有3萬9千多號 10萬7千多人來認識到證明是在報索 官府總統原住國伴的情報 採取到報索案實體風扎 也就是網路來探討資料 三種的風扎 網路的部分 提早在11月1號開放 實體風扎 也就是11月8號至11月30號 三大組成的因素 就是有償住人口 還有戶口的組成的成員 還有住宅的使用狀況 這是我們三大要復查的一個要素 觀眾也特別強調 報索案底來順受到三部加二會的關節 請民眾放心 可以整理來配合到風扎 不把個人資料洩漏給第三者 另外不提供成者與丈夫 還有不提供相關的信息 那兩會就是補差員 都會佩戴補差證 以及他們的一個公函 會送給我們接受補差的 觀眾表示 報索所出的資料 只能提供整體統計分析使用 當時有的因應 大家現在工作都很忙 報索案也利用賓上是暗時 也就是說到日來風扎 那市民眾對報索有很好的問題 可以比較轉身 控訴求二三十八千五 也就是說到高雄町公社來做三順 嗯?基者安靭心差不多